Hello 大家好 我是黑客气的Fiona老师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提醒是 PTE考试当中第三部分阅读部分里 占比分非常重的一个提醒 阅读的Fueling the Banks 也就是FIB完形填空的阅读部分 好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官方指南上FIB的一个概要 可以看到FIB出现在阅读部分当中 分为两个类型 阅读FIB以及阅读写作FIB 值得注意的是 阅读是PTE听说读写当中 唯一一个乱序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两个FIB出现的顺序是随机的 希望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时间的掌控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两个FIB的一些基本介绍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这里 阅读的FIB部分 也就是拖拽FIB 拖拽FIB呢会出现四到五题 和阅读的选择题 阅读的排序共同计时 需要考生进行正确的单词选择 进行填空 分数将只供给阅读 而阅读写作FIB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也就是我们的下拉FIB 会出现五到六题 和阅读选择题 阅读排序题共同计时 需要同学们选择正确的单词 进行填空 分数将同时供给阅读和写作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结合这里的一个文字部分的解析 我们来看一下考试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界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真实考试当中 这个拖拽FIB的一个考试的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文本里面被挖了一些空 下排则是一些可选的单词 考试的时候 下面的单词可以随意拖拽 至上层任意空格 如果拉错了位置 也可进行更换 每一个单词 只可使用一次 好 那么我们看到下一个 就是下拉FIB的一个界面 下拉FIB的一个界面 是点击下拉的图标 会出现可供选择的单词 一般一个空会出现 四到五个单词 会出现四到五个选项 大家可以从这四到五个选项当中 选择正确的单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FIB的一个评分标准 阅读FIB的一个分数会供给阅读 每一个正确选择的空会得一分 如果选错不得分 但是也不会倒扣分 同样阅读写作FIB的一个分数 会供给阅读和写作 每一个正确选择的空得一分 而如果选错则不得分 但是也不会倒扣分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FIB的考点以及常见的难点 都有哪一些 首先官方对于两类FIB的 一个考察能力基本是相似的 所以的话我们合并来说 大家注意一下红色画线的部分 是主要考察的一个部分 包括识别主题 识别单词 学术词汇 以及了解单词之间的一些区别 了解文段当中想表达 内在以及外在的一些含义 我们需要根据文本 推测不熟悉的单词的词义 以及信息提取逻辑判断的 这些都是阅读的FIB 对我们的一个考察的点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对FIB的考点 可以归纳于以下几类 首先主题 主题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举个例子 如果原文当中第一句话 它有提到 全文将会提到的一个内容 是Dramatical Change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全文它会要讲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既然会提到变化 必然会提到对比的一个信息 那么第二点 也就是固定搭配 在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同学们在说 放学或者是课后 这个单词的话 我们并不会说Behind class 我们一定会用After class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固定搭配的掌握 那么对于单词的掌握 也是我们需要在Fib当中需要进行了解的 其中分为语法 包含词性 单复数 实态等 第二点呢 就是单词的一个语意 每一个单词看上去差不多 但实际上 很多单词之间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如说Demonstrate跟Show 我们平常理解都是说 表现了什么 呈现了什么 但如果大家有去看阴阴字典的话 会发现Demonstrate 它比Show多了一层意思 就是Show how it works 好 第三个部分 就是语境 你所看到的这个单词 它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语境中 我们要能进行掌握 进行判断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单词的一个词性色彩 你需要填的是褒语的单词 还是贬义的单词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部分需要了解到的 好 下一个点 就是我们对于文章当中 一个逻辑的一个掌握 逻辑掌握里面包含 主要分为下面三个大的逻辑 并列 沉接 递近 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一个逻辑 因为当我们在说A和B之间是 并列 沉接 或者是递近的时候 它们一般来说都会在说同一层的内容 它们说的东西都是一个方面的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Butter However 出现了转折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要知道A和B 它们一定是在说不同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能了解到让步转折之间的关系 好 第三个部分就是因果 原因 结果 Because So Therefore 等等等等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除了逻辑部分 我们还可以去判断 直接和间接的含义 这句话或者是这个单词 或者是这个词组 它想表达给我们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同一词进行判断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 也就是时间的掌控 在我们处理FIB的一个题目当中 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掌控 建议同学们可以30秒一个空平均下来 所以如果一道题里面给了你五个空 建议大家是两分半做完这道题 好 那么我们讲完了FIB的一个考点 以及常见难点之后 大家来看一下FIB的一个答题策略 首先我们可以先从主题切入 主题的部分 我们需要了解到全文是想说什么 也就是我们可以推断下文可能出现的一个内容 可以根据这个主题去进行判断 一般我们可以通过看题目第一句进行判断 那么下一步 我们可以直接定位到每一道题的空格处进行判断 这样可以不用通读全文 提高做题效率 接下来根据提示进行作答 其中包含固定搭配 刚刚我们说的convocation 另外就是语法 词性单复数实态等等 以及刚刚我们说的逻辑词 是并列转折因果 还是别的逻辑 还有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填的这个单词 它在文章的上下两句左右 是否有跟它相同意义的单词 词组或者是句子 那么如果我们刚刚这些策略都行不同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选择去了解每句的细节内容进行判断 但其实大部分的FAB的文章 只要你把前面几个方法掌握 一般来说是不太会做到 你需要去了解到句义这一个步骤的 所以阅读速度比较慢的同学 也是可以比较放心的 好 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道FAB的例题 我们给了大家一道拖拽的例题 像这样子一个FAB的一个长度 通读全文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一眼看过去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用来判断的一个信息点 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首先In 1999 我们看到了在1999年 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在这里的是一个动词 并且它是一个过去式 对不对 关于时态 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 那在这里 Budget Deficit以及Slumped 对于我们来说 在这个语境下 它其实都是偏为不乐观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要填的词 也要往不乐观的一个方向去想 好 下一个就是逻辑关系词 Yes But yet However 刚刚我们有说过 是指什么样子的一个逻辑 是不是转折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这个后面的部分 跟前面的部分 它们其实是在说不同的一个内容 不同的一个内容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可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些信息 我们就可以选出对应的答案 大家可以根据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关键词啊 包括关键的信息点 试着自己做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做的一个答案 是不是跟这里是一样的呢 最后 我们给大家一些准备FIB的时候 平时复习的一些方向建议 首先我们一定要在阅读的时候 有选择性的阅读 有目的性的阅读 平时阅读的时候 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之前阅读里面 不太注意的部分 比如说阅读材料当中一些措辞 一些常用单词的使用 可以先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阅读 有目的地去阅读 积极累积累各个领域的一些相关词汇 做到有地方时 另外的话 关于一些单词 一些语法的掌握 不仅仅局限在单词的拼写以及发音 对单词本身的用法 也是应该要做到灵活运用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点 就是希望同学们平常可以注意多积累 看到比较常见的 但是自己不太熟悉的 或者是有多层含义的单词 以及词组 尤其是固定搭配 希望同学们可以进行一些收集以及积累 久而久之 就可以运用的更加灵活了 最后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查字典的这个部分 大部分同学平常查字典 都比较喜欢看音汉诗语 我会建议到大家多看看音音诗语 以及例句 可以帮助到大家 对每个单词的掌握更近一层 可以熟练掌握这些单词 适合的语境以及情境 进步的就会更快 对大家培养语感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阅读FIB的一个介绍 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对这个提醒 有进一步的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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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